你狠狠翘着窗台 谁懂我的悲哀 我的眼泪 你应该很明白 我爱得背叛了 我的爱心 碎了斩步回来 有多痛我明白 我不清楚 未来会多难爱 该怎么去面对 这份爱 你该明白女人的爱 不堪被出卖 我宁愿流泪也不会承认失败 你该情愿 让别人如此对待 李贤 你忘了吗 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会负责你这一辈子的吗 你够了没有 我没有时间跟你胡扯 李贤 你听我说 李贤 李贤 怎么回事 你转眼就不见了 看那边 还有那边 真是太不格思议了 三九 四十 你看 流星 清磊 你知道吗 你就是我的幸运星 你说什么 我说 你就是我的幸运星呢 我好不容易 才走出失去你的阴影 你是再次出现在我的生命中 李贤 如果你还活着 为什么要这样回避我 为什么给了我希望 又给了我绝望 既然命运 让我再次遇见你 不管花多少力气 我都有找到 秦磊 你怎么回事 多大岁数了 做事还颠三倒四的 兴雷 你到底跑哪去了 行了 人平安回家就好了 兴雷出过这么长时间 奶奶都想死你了 来 快过来 奶奶 过来让奶奶看看 奶奶 对不起 我差点忘了问你 你身体还好吗 好 奶奶一看到你 浑身都舒畅了 奶奶 秦磊 妈 不好意思 害你担心了 没事了 好儿子 秦磊 你去洗个澡 准备准备 我先到餐厅去忙 人家永威还在那儿等着你停呢 别误了开幕酒会 快去洗澡去 对了 兴雷 别忘了给永威打个电话 她好意去接你 你把人家丢在马路上像话 你把她急坏了 洗澡去 我跟你一块去 做了大半天了 想早点到餐厅去 溜达溜达 好 妈 那我们一块去 不海 盯着点 抓紧时间 好 妈 赶快去换衣服 今天会来很多的客人 我希望大家各自 做樱桃的人来了 说是要见你 不是已经买好别人家了吗 让她走吧 我也是这么回她的 可她坚持要见你一面 哪那么多闲工夫 老板娘 话送到了 我们已经叫了别人家的樱桃了 对不起 因为刚才路上出了点意外 所以送货延迟了 不是有意的 你不需要请求我的原谅 回去跟你们老板解释吧 第一次合作就出了这么大的纰漏 告诉你老板 你们家的樱桃 我们不会再叫 老板娘 请您原谅 真的是个意外 我保证下回不会了 你再给我个机会行吗 你说再多的对不起也无济于事 你走吧 我没工夫跟你磨蹭 老板娘 怎么办呀 这下可惨了 本来答应跟我们合作的几家也跑了 就连第一次合作的客户也给搞砸了 要是老板娘知道了 肯定饶不了我 杏云欣欣欣欣欣欣欣 你今天是怎么了 你为什么不肯保护我呀 让我一天都这么倒霉 真是被死了 我把我的护照押给你 有什么事情我全全负责 你笑得倒挺开心 我可被你害惨了 今天这么倒霉 都是拜你所赐 我找不了你的 这是太倒霉了 老奶奶 老奶奶对不起啊老奶奶 我不是犹豫的 这孩子怎么开的车呀这是 我不是故意的老奶奶 真对不起 我真是个造把心 对不起啊 我 行了 对不起啊 差点被撞的是我 你哭什么呀 我还没死呢 老奶奶 您您真的没事吧 我要有事 我能那么大声说话吗 真的对不起 都怪我不好 都怪我不好 对不起 都怪我不好 行了 你听清楚了 同样的话 别说那么多遍 我这儿耳朵还没聋呢 那我帮你检查一下 你有没有伤到哪儿啊 这里疼不疼 伤到这里了吗 还有这里 这里疼不疼啊 行了 行了 瞧你手那么脏 在我身上抹来抹去 看我这什么料子这是 哪个厂商的 我是李家樱桃园的 我叫方小杨 方小杨 确实笨得像头羊 人笨 但是更得小心 这都不知道 知道了 把这给我收拾干净了 真够倒霉的 啊 我的星鱼星呢 呀 欢迎光临 恭喜恭喜 恭喜 谢谢 来 里面去 里面去 谢谢小张大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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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坐 里面坐 我吃他才 来 恭喜 谢谢 谢谢 走 谢谢 你们请 谢谢光临 来 里面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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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渤海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好重 有没有 有没为什么跟季渤海这么熟 有没的男朋友叫季新美 新济 难道 至今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 我头好疼 我 我不舒服 我想回去了 至今 你 你没事吧 你这是老毛病了 要不我们进去先打个招呼 然后我送你去医院 不要 好不容易约好的 因为我坏了性质 永远会生气的 我 我可以自己回去 你别管我了 你竟说傻话 我怎么能不管你 你快进去吧 不要让大家等了 至今 怎么会没有呢 怎么会没有呢 明明就到这儿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永远 爸 你来了 妈她人呢 你妈她头疼 装什么头疼啊 她不知道今天对我有多重要吗 后妈就是后妈 我都跟季伯伯季妈妈说好了 现在我怎么跟她们解释啊 永远啊 你妈真的不舒服 爸 我给你介绍 这是星蕾的爸妈 你们好 你好 欢迎欢迎 老天爷 你为什么连一定点的平静跟幸福都不肯给我 为什么还要让她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如果她们真是永远的男友和父母 那我跟季伯海 不就成了亲家了 不 我不想再面对她 何况 要是让子文知道了我的过去 肯定会嫌弃我的 我不能失去子文 我不能 幸运心 你知道吗 没有你 我一下子都慌了 感谢各位嘉宾各位好友的光临 今天是个意义不凡的日子 小儿 心里呢 今年又刚从欧洲拿了餐饮管理硕士学位 今天才回国 我们海洋餐厅也选择今天开业 这 这不是那个神经兮兮的男的吗 他怎么会在这儿 他是这家餐厅的小老板 这次我可不能放过他 喜运心 你得帮我 知道吗 小老板 没想到吧 我又遇上你了 快点把钱赔给我 你知不知道 我可被你害惨了 赚换樱桃的钱 你得一分不少的赔给我 快点 他长得真相明显 你这人是不是想耍赖啊 我告诉你啊 我放小羊可不是好欺负的 李贤 刚才你突然消失 没想到在这里又遇上你 我求你不要躲着我 我哪有躲着你啊 我一刻都没闲着 你放开我 你干什么又想整我是不是 星雷 你看清楚一点 他不是李贤 好 就算你不是李贤 你不能承认你 我们有缘分 缘分 怎么回事 你是谁 在这吵什么 他是送货员 送了皮烂樱桃了 我把他轰走了 可能不甘心又回来闹事 我不是不甘心 我是救世论事 老板娘 他就是他闯的货 他答应全部赔给我的 这个就是他押给我的护照 延迟送货 真的不是我们樱桃园的错误 我 看你外表老老实实的 没想到这么狡猾 居然敢拿我的儿子当挡箭牌 告诉你 我的决定不会改变的 永远不会用你们家的樱桃 没事 请回吧 谁都不能赶他走 妈 你不要为难他了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 是我撞坏他的樱桃 我应该负全部责任 哎呀 星雷不要胡闹了啊 渤海 还愣着干什么呀 快去叫保安呢 行了 这女孩说的也不无道理 妈 得饶人处且饶人 星雷都说是他闯的祸 你干嘛非叫保安呢 那女孩 我认识 个性憨厚纯真 她不像是个做出狡猾式的人 我相信这孩子 可是 星雷你也是 老抓着人手干嘛 奶奶 她真的很像离邪 我非得把话跟她说清楚 星雷 外表相似不代表会是相同的人呢 永威 这是怎么回事 离邪到底又是谁呢 爸 你就别再问了 星雷 听话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有什么事回头说 来 一点小误会 大家请用餐 来来来 请用餐 对 谢谢 大家可以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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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久 来 一些 来 来 留似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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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儿 是我不好,我拖累全家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干什么呀 芷琪,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这是干什么呀 芷琪 我到现在也想不通 二十二年前 你怎么这么狠心跑向我跟小杨去寻思 难道说 你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就真的能 真的能合眼 真的能放心的下 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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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到哪去了 老板娘说你送去的东西到现在还没送到 急得直在那跳脚呢 姥姥 我 我差点出车祸 樱桃 出车祸 你 你人 人没怎么样吧 爸,小杨 你给我说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祖孙俩嘖嘖掩掩的干什么 做贼心虚 老板娘是这样的 小杨刚才出了个小车祸 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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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樱桃全烂了 方小杨 你果真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笨手笨脚 猪头猪脑 连个货你也送不到 你脑子里捉的是稻草还是江湖 老板娘 这小杨出车祸 你应该慰问一声 你怎么只关心你的樱桃 这传出去 人家会说你老板娘 太刻薄了 多美天理啊 方老太太 我跟显贵经营这樱桃园容易吗 我们也是小本生意 赚的只是微薄的利润 好好的樱桃给它撞成这个样子 我找谁哭诉去啊 找你吗 你有本事赔吗 老板娘 这事跟我姥姥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干嘛这么说她呀 你算算多少钱 我赔给你不就是了吗 行 钱吗 钱 钱那个人说要赔的 但是刚才乱的一团糟 反正你说多少钱吧 我们赔给你就是了 今天的货款四千五百块 您可以必须还上 这么多啊 这么多啊 姥姥 这些钱加上 不行 这是要留着买电脑的钱 不可以的 买电脑不急 最主要的是 先堵住老板娘的嘴 她那张嘴真不饶人 她凭什么骂我们呀 我可不想受这个气 我也不想老老受委屈 孩子 你妈要是在呀 你就不用受这个苦了 要是我妈还在的话 她大概也嫌我是个累赘 我想 她一定是不爱我 不想要我这个女儿 要不 她也不会抛下我们 小杨 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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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 姥 姥 你把钱还给我们 方志浩 你这个死兔崽子 你给我站住 你一回来就没好吃 姥 你给我站住 姥姥 那些钱是要赔给人家的 姥姥 你把钱还给我 我今天非追上你不可 我非追上你 怎么了 whirl Or 如果勇媚跟倒霉结婚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面对季渤海 那个伤害我 造成我一生最痛苦的男人 他如果知道我没死 居然还嫁给了子文 他又会怎么想 不 我不能让这件事发生 我要阻止有为 跟渤海的儿子在一起 志琴啊 你脸色怎么这么苍白啊 头还疼吗 要不要去医院呢 没事了 我吃过止痛药不疼了 止痛药不治病 小病不治早晚酿成大病 我真的没事 跟谢雷妈妈见面情况怎么样 好 够了没有 你要真有这么好奇 真有这么关心 为什么不来参加开幕酒会 现在问 你不嫌晚吗 我真的是因为头疼 你这头疼还真神奇 说疼就疼 现在看你也挺好的嘛 我看头疼是假 见不得我跟星雷好才是真 反正你不是我亲妈 你不出席 我不稀罕 不过 我最讨厌那种出尔反尔的人 好了 越说越不像话了 他这么对我 我连一句话都不能说吗 我虽然不是你亲妈 可我是真的关心你 你少在那假惺惺了 你没生过孩子 你懂得疼孩子吗 哪个疼孩子的妈 会丢下孩子临阵脱逃 让我一个人去面对那么难堪的局面 要是我亲妈还在 绝对不会这么对我的 永威 干什么话说得这么重 你妈她也是关心你的吗 这种虚伪的关心 我不需要 我不让你带我妈的珍珠耳环 你就故意不参加开幕酒会 刻意报复 让我难堪 你的心思 我明白得很 志勤 其实永威她 她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这个意思 今天已经够累了 为什么还要回来生这种气啊 志勤 志勤 你没生过孩子 你懂得疼孩子 哪个疼孩子的妈 会丢下孩子不管 救命啊 快来人啊 快来人救救我女儿啊 可怜的女儿 妈不是存心要剥夺你的亲戚 只是 妈一世过不了那一关 谁知两天不肯生我 我被救活了 却失去了记忆 等我好不容易想起了一切 却再也找不到你 志勤 志勤 永威救那个个性 你别理他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才可以让他不误会我 对于他 我是把他当自己女儿一样在疼 我今天没去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要害他在几家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我真的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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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可真行 简直就像长了一个能闻到钱的狗鼻子 哪有钱往哪跑 这个好吃懒做的混账 他最好别回来 回来进这个大门我就打断他的两条腿 我真的没用 姥姥 钱的事你不用担心 我明天就去餐厅找那个小老板把钱给要回来 小阳 小阳 听我妈说 你出车祸了 我 没事吧 不是我 不是我 是姥姥的脚 姥姥 姥姥 你怎么样 没事 没事 怎么搞的 这是家贼难防 我不担心 到底怎么回事 别提了 我今天倒霉透了 我把樱桃都给撞坏了 本来我们都筹好钱还给你妈了 可是遇到我就一回来 把钱全都给抢走了 你说我们能不发筹吗 发什么仇 几个钱啊 筹成那样 跟我说说 看我能不能帮得上忙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自己想办法 明天我找他要去 什么人 我陪你去 这打架吵架我都在行 我帮你 就你这性子这么急 还不把事情给我越挪越糟 不过 那人看起来吧 长得挺丝丝稳稳的 不像是那种 不还我钱的人 小阳 老板娘 你得长点心眼 别相信这一套 我说儿子 你眨眼你就不见了 老板娘 凤婶 管管你的外孙女啊 告诉她 人要知本分 别以为黏着我儿子 就能麻雀变凤凰 老板娘 你有话就直说嘛 夹枪带棒的干什么呢 妈 你别为难小阳行吗 没你的事 方小阳 我可警告你 离我儿子远点 我们李刚就要相亲了 上门的姑娘 一个比一个条件好 妈 我才不要相亲呢 您别逼我 我世子不从 你敢 我处处为你着想 将来你就知道感激我了 跟我回家去 还有一大堆姑娘的照片等着你挑呢 走 我 对了 明天要是皇上前就卷铺给走人 老老 干什么 你这没出息的 跟我走 我 这 妈 你 真是人穷志短 给这种人欺负 真是悲哀 醒来 爸 你白天看到的女孩子 真的那么像离贤 爸 他们根本就没有找到离贤的遗体 我一直抱着千分之一的希望 希望他真的复活了 原来离贤 只是躲起来 跟大家开了一个玩笑 你老是活在过去 一直逃避去面对现实 我们季家的孩子 不应该是这样的 爸 我只是想弄清楚 不是爸爸说你 你也该替永威想一想 有哪个女孩子 能像永威那样对待你的 照顾你 关心你 爱你 守候着你 还包容你的任性 就凭她对你的付出 也值得你专心的去爱她 爸 你说的 我都明白 我知道永威她对我很好 知道了就应该回报人家 你应该看的是现在 永威才是你现在值得珍惜的人 你一直在思念那已经逝去的 遥不可及的幻影 而忽略了身边在意你的人 我可不希望哪一天你失去了 才来后悔啊 爸 我明白了 您说的话 我记住了 好了 坐了一天飞机累了 早点休息吧 这么丰盛的早餐啊 永威呢 大概还在睡觉吧 已经回国半年多了 还是这么拦拦散散的 爸 真难得 我们的公主起得这么早 穿得这么整齐 要出门啊 我要去海洋餐厅 我跟季妈说好了 到那儿去拉小提琴 不好吧 你学的是企业管理 拉什么小提琴呢 我高兴做什么工作 是我的自由 我是说 你这么辛苦念了企业管理 去餐厅拉琴 是不是太大财小用了 是啊 你妈说的有道理 以你现在的学历 找什么样的工作掌握着 爸请你掌握啊 爸 我喜欢音乐 不想有太大的压力 能在餐厅表演 我就很高兴了 你在这儿穷敲神仙啊 你去餐厅拉琴就是工务正业 你少侮辱我的工作 真是奇怪 我又不是你生的 我的事 你少管点行吗 你为什么要去那儿表演 去哪儿不行啊 为什么是季家呢 就是季家我才想去 这样才能更接近心理 我告诉你 我想嫁给他 我会好好努力 尽快地嫁过去 省得老在这儿 替你啰嗦 诶 永威 你吃了饭再走吗 永威 不用了 看他那副嘴脸 我就吃不下 永威 志勤你怎么了 来来来 先坐下 我扶你坐下 你没事吧 自温 无论如何 不要盘季家这门亲事 答应我好不好 为什么 我觉得行为不错 再说永威决定的事情 是谁也劝不了的 那就想办法劝他呀 我 我听说 听说 季家老太太 很难相处 永威嫁过去 会受苦的 我知道你是为他好 子温 我从来没有求过你什么 就这一点 不要让永威嫁给新来 好不好 志勤我不懂 你怎么这么讨厌季家呢 难道你过去跟季家 有什么恩怨吗 哪有什么恩怨 就是听人家说起过 季家的事 志勤 咱们从认识到今天 也有二十多年了吧 记得第一次 在急诊室里 见到你的时候 你浑身是血 苍白脆弱 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我看着你 我觉得心疼 我对我自己说 我要照顾你 我义无反顾地为你治疗 医好了你的肺结核 把你从死神手里救了回来 我感激你救了我 帮助我 包容我的一切 志勤 二十多年了 你说我问过你 一句你过去的事情了没有 就算你现在恢复了记忆 我还是同样的态度 我不在乎你的过去 因为比起过去 我更在乎我们的现在 我想 只要我们能够在一起 我就满足了 你的一切我都能包容 但是 我只求 你能够信任我 依赖我 有什么过不去的 你告诉我 我陪你一起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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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来了 都来了几十回来 你也不死心 这里没有你说的 老太太和小姑娘 我只想来看看 会不会有奇迹 多少年了 人说不定搬到外地去了 难找了 我看 你还是死心吧 伯海 喝茶 你觉得 勇为这孩子怎么样 石大体 长得也好 家事背景也不错 他爸还是综合医院的 胸腔内科主任 跟我们家 也算是门当户对了 最难得的是 他对辛雷 是义无反顾 跟我也同缘 有他做媳妇 我放心 妈不是老提着 要抱曾孙吗 也是 妈最挂心的 就是季家的香火了 你跟你前妻 不就是因为这个 才分开的吗 哎呀 你 你倒是说句话呀 这事不能我们说了算 还得问问 徐家的意思 我正盘算这事 这事得快 你没看昨天 辛雷那模样 也不知道那女孩 长得又多么想离邪 她一出现 辛雷的魂都没了 哎呀 这个辛雷啊 就是太死心眼了 人家要是知道他这个弱点 耍了手段 破坏了他和永威的姻缘 我可第一个不准 这是我跟辛雷谈过来 我想他应该知道事情的情重 那好啊 趁热打铁 今天晚上我们就到徐家 把这门亲事给定下来 商量商量 先让两个孩子订婚 这样我才安心呢 好吧 就照你的意思 我没意见 李班 我们的樱桃 是跟李家樱桃原定的 是不是 是啊 好了 知道了 先先忙吧 好的 哎 辛雷 永威 你怎么来了 来看你啊 我跟你妈说好了 餐厅开业了 就到这儿来上班拉琴 哦 你找我妈 她在里面 自己找她吧 哎 辛雷 你对我热情一点行不行 你老实这样 永远不管我的感受 昨天就是 你差点害我当众出丑 你发疯似的抓住 那个女孩不放 你想 别人会怎么看我 辛雷 你老实说 我对你不好吗 对不起啊 我很感谢你 你这三年来的照顾 我心里面是很感激的 与其老跟我说对不起 不如对我多点体贴 多点关心呢 啊 以后我会注意的 你不是找我妈吗 她在里面 我去办点事情啊 哎 我陪你去啊 不用了 你去不太方便的 辛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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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是这样 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啊 永远啊 啊 季妈妈 还是挺感激的 但是 这边